每一個部會 現在都有一些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些朋友們呢 是專門針對這些 在網路上的朋友們 直接進行對話 之前就有知道這個 用語平台的連數 我其實本來預期是 我一定要打很多關 在報酬上 大概一兩百萬人會去用 可以改變這麼大的事情 我覺得有這個路徑 是很棒的事情 我們跟民眾一起協作出來的東西 那被民眾接受了 而且民眾也看到政府的努力 那我覺得這個是跟民眾 附近是有一個正相關的關係 人們來自一國家 去解釋自己的程度 去全世界的人 對,PETA是一群 非常肯定的人 台灣的社會創新能夠茁壯 利基點在於行政部門 以及公民社會中間的互信與協力 剛開始是我們是一個 NPO非一擬組織 那想要用非一擬組織的模式 來設立一個股份有限公司 這個部會都來開會 來溝通這些的光景當中 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機會 對以前來講的話 已經往前進 前進了一個很大步 對今天我們要做新創 做社器 這些的民眾來講的話 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共同來努力 共同來追求 台灣一定可以越來越好 儘快蓋 我接觸到很多民眾 他們是真的是想要了解 社會企業是什麼概念的民眾 我們真的是開放社會之下 這個社會的這個傳扶充 一直組織共同來發展 各種社會企業 以前會覺得政府部門的公務人員 好像他們其實很想聽人家的聲音 但是他們可能身邊 就接觸不到自己的母親人 我們的任務跟角色 就是可以把這些多元的聲音 帶到這裡面 一方面是協助 一方面也可以是監督 讓我們的整個運作跟資源分配 都可以打到一個更公平的 跟市場真理的地步 如果覺得政府網站難用 或覺得它不好 再來就對了 來的話你就有辦法改善這些東西 再去看看